接下来这个视频我将示范 iOS时期如何开启屏幕距离 如果你没有开启的话 接下来请跟着我视频来操作 首先检查一下你的系统 有没有更新 iOS最新版本时期的 那我们先检查一下 如果你没更新 你及时更新它 我已经更新过了 更新过之后我们返回 返回到设置 屏幕使用时间 我们这点开 然后找到屏幕距离 把这个功能可开启的话 可以保护你的视力 然后按继续 这边一打开 已经打开了 如果你没打开 请你打开它 这样的话 如果你看手机的时候 屏幕距离太近 它会提醒你 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 希望你也开起来 希望我这视频能帮到你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 请评论器给我留言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